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一到说话的时候 感觉我就说不出来了 然后寄完就我老公在说 这个东西过了一段时间 她说媳妇我觉得那个买得特别特别好 然后这个钱花得特别厉害 虽然说每样东西可能 可能在还信用卡的时候 是非常心疼的 但是确实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 你可拉倒吧 买了能说不好啊 最早我们是想买一个三菊的 因为是改善型的厨房 然后但是后来调研的这一圈 也没有特别合适的 它一般三菊都比较大了 一百五十多平 然后也基本上感觉负担不起 然后就看到这套房子 它是上下分开的嘛 两层 这样的话相当于是上面可以用来睡觉 可以休息 然后相当于是个近的区域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洞穴 就是包括客厅 厨房 厨房 餐厅 然后包括平常的一个刺猬 就是专门洗手 就是 包括我把那个浴缸都放在下面 因为它并不是那么常用 所以基本上楼下就是主要是洞为主 楼上还是静 休息 当时我最早就是想要一个法式的 就是偏复古 然后偏旧的那种风格 包括有一些家具 我其实都想好设定好了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看到一些杂志 然后也看到了一些论坛里面的一些风格 就是突然觉得可能这种风格是我更想要的 然后就把原来那种整个整体的方案全推翻了 然后重新来 风格的家具都有看 比如说这种欧洲的那种宫廷式的那种 很豪华的 然后简欧的 田园的 然后包括这种北欧的 然后等等一系列的 包括中国的这种比较传统的 然后很现代的也都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在意 或者是喜欢不喜欢 还是根据这个屋子的风格来吧 这风格基本是我老婆自己跟这搭起来了 我觉得反正是四不像吧 基本上就是你也不说 不能说大家有什么风格 但是家具买还是蛮舒服的 看着蛮舒服的 这个就是管钱 这个就是管买 分工非常明确 对非常明确 然后基本上就是每个月 哎多少钱啊 每月多少钱啊 就是这种 在装修上面我只是个钱 自从我们家装修 它那个名称就被我变成了ATM 现在是直着进门直接上去 以前是进来之后从那个这边上去 就是空间利用的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现在基本上把这一改完了之后 这里边有一个小的起居室 以后做保姆房也好 老人间也好都可以用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厨房 里边做了一排柜子还蛮好的 这个应该是目前这个房子改动比较大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在格局上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二楼主要就是两个卧室 然后主卧室加了一个衣帽间 四卧加了一个书房 然后楼上还有主位 主位就是包括一个领域和洗衣区 大概的功能区分就是这样 那个工作区目前来说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 因为基本上都加班 然后周末或者是平时偶尔会用一下 基本我用的多一些 我爱人有了手机不用电脑了 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它不会 盆子90都比较喜欢 第一我觉得第一是实用 然后第二是美观 第三是有逼格 对吧 我觉得三点基本都满足了 最喜欢美观 最喜欢 我最喜欢厨房 一般是这样按门铃 我把门铃打开 哇塞 就这样 是啊 问题十二个月连续都心疼 这也挺痛苦的 就是看哪儿哪儿都喜欢 哎呦 别闹了 就是 就是说你家那盘子 拿不拿下的盛饭吗 我说你开玩笑呢 那个 那叫美观盘